第四章 入塔 单单星辰塔没有主人操控 其吞噬能量形成的九旋星云 便有那等毁天灭地的威能 由此能看出这高九光年的星辰塔 被称作至高至强 的奇物就算有些夸张 也不会夸张太多 如此至高奇物竟然会对自己 产生那般强烈的召唤 我能得到星辰塔 我能成为星辰塔主人 罗锋自己都不敢相信 可那令灵魂都站立的召唤感 却那么强烈 显然是从星辰塔方向传来 罗锋 罗锋 旁边的机械孩童八八塔 蹦跳着喊道傻眼什么呢 没什么 罗锋深吸一口气 冷静下来 冷静 于是关键时刻就更加的冷静 不能头脑发热 星辰塔 能在域外战场 这方虚空待了一万年 宇宙中那些霸主们也强求不得 由此可见其珍贵 旋起 罗锋暗道 老师能将是无语义给我 可星辰塔 单单孕育无尽阵风星辰 老师便不可能给我 显然星辰塔要比是无语义强太多了 这等至宝 若真落到我手 我敢拥吗 罗锋暗道 能令四大巅峰族群为他彼此开战 一旦被发现 我拥有这星辰塔 宇宙中肯定很多霸主冒出来 来讲 即使他们没法操控星辰塔 也很可能直接将我弄成灵魂奴隶 间接控制星辰塔 实力和宝物是对应的 没实力 就没资格获得那等至宝 像是无语义也是因为茫茫宇宙 只有混沌城主知道它的存在 其他强者根本认不出是无语义特殊 所以混沌城主才敢将其赐予罗锋 而星辰塔 名气太大了 茫茫宇宙 亿万族群 谁不知道这星辰塔 罗锋没有足够实力 得到它 那就是一场灾难 得到它也只能选择 将星辰塔藏匿起来 一直等到有实力持有 它能够不惧宇宙霸主们来夺纳 才能公开使用 想太多了 先去看看这星辰塔 至少能证明一点 这星辰塔和无名秘点应该有关联 罗锋乘坐陨墨星号飞船 迅速朝星辰塔飞去 望山跑死马 看这星辰塔 明明遮盖半边宇宙 可近乎光速飞行的陨墨星号 硬是飞行了十余天才道 虽说能让仲剑王帮忙顺移 可因为星辰塔的召唤 令自己头脑一阵阵发热 所以硬是废了十多天 让自己完全平复心底那股狂热 星辰塔塔身 环绕着璀璨的星云漩涡 不过塔身底部 却没有星云漩涡环绕 这塔身共分九层 最底部第一层 共有九个入口 诸多一族蜂王 和来碰运气的风侯们 都是随意沿着一入口进入 到了 一道银色流光停下 银甲银翼的罗锋停在入口前 在星辰塔面前 是根本无法看到星辰塔尽头的 高九光年是何等概念 太阳和它相比 都仿佛灰尘与高山之差别 尝试 看是否能认主 罗锋深吸一口气 说不紧张是假的 在冷静 可心底深处依旧炽热 伸出手掌 轻轻碰触 在这高百万磨里的 巨大塔门的门延 黑色的门延 一阵冰凉 碰触这门延时 罗锋心底有着一丝期待 当初冰甲 降甲等 都是主动飞入体内 轻易就能操控 诶 罗锋眉头微皱 手碰触星辰塔塔门的门延 竟一点反应都没有 认主 一丝念力渗透 欲要精神印记烙印在星辰塔上 可念力渗透后 就犹如泥入大海 直接被吞噬殆尽 星辰塔 依旧是星辰塔 罗锋根本无法认主操控 他这使得罗锋有些急了 又尝试鲜血渗透 又改换位置 不再对门延尝试 而是对星辰塔 那同样材质的地面尝试 失败 失败 依旧认主失败 怎么回事 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算无法操控 好歹也该有一点反应 就算我得到十五语一等 也没战过 罗锋满心疑惑 我感觉得到 整个星辰塔 都对我全身产生无尽召唤 这些召唤 从塔身所有位置传递来 可我怎么尝试 都没一点反应 错 在罗锋身后遥远处 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紧跟着那道身影 一闪就到了罗锋旁边 刀河王 热情喊声响起 罗锋转头看去 这是长相争鸣 面部边缘长着三根弯角 口鹿獠牙 有着类似蝎子尾巴 有着四条腿 双手的一族雄性强者 罗锋一看便认出来 笑道 研究王 研究王 是在零二四号兵营基地 却拥有封王巅峰名气 罗锋何等记忆力 自然记住了这位 哈哈 这妖巧 研究王笑着 更显猙獰 只能说种族长相导致的 或许研究王本身认为 他的笑容很有善 我听过刀河王你的事 一直想一见 竟能在这星辰塔塔门碰上 刀河王 你刚才是在尝试认主吗 罗锋错愕 稍等 我也来试试 研究王也在一旁 或是低血渗透 或是精神印记烙印 也尝试了一篇 这才转头摇头道 呜 看来我是没这等机缘 凡是第一次来 星辰塔的各族强者们 都会尝试一次认主试试 说不定就走大运了 可惜无数年 无数一族强者 没谁能认主成功 罗锋笑着点头 我也没能认主成功 刀河王 你我一道闯这星辰塔 如何 研究王建议道 星辰塔中危机潜伏 塔内本身就危机重重 还有数十万一族蜂王 战斗起来 的确很可怕 这邀请也是看实力的 研究王独自前来 显然短时间 没有适合邀请对象 而罗锋这刀和王 名声在外 研究王也愿请罗锋一道 不了 罗锋笑着拒绝 研究王听了 便不再多说 彼此乃是一族 各自想法 隐私等等 自然不会刨根问底 笑道 那我就先进了 随即化作一道残影 迅速窜进这塔内 罗锋也略作等待 而后独自步入星辰塔 既然认定星辰塔和自己有些特殊关联 很多时候其他强者在场会很麻烦 罗锋自然宁可独自前行 自己又有奴仆重剑王 哪里需要一个蜂王巅峰岩就往一起走 罗锋走在苍茫的塔身内 一步跨出便是数万公里 身影模糊 行进迅速 只听得咔咔咔 轰隆隆 声音不断 关于星辰塔 之前查了不少讯息 也和仲剑王聊了许久 罗锋很清楚星辰塔内部结构 星辰塔就仿佛超大型摩天大厦 这座超级摩天大厦内有着一个个房间 当然星辰塔内的房间 实际上是一座座禁地空间 每一个禁地空间 都会和其他禁地空间有暗中通道相连 同时 无数禁地空间时刻处于移动中 也就是说 即使在星辰塔内移动不动 随着时间流逝 自身坐标也是在不断变换的 禁地空间 罗锋此刻就是在一座禁地空间内之前 还有的通道入口 已然封闭消失 这是遍布着无尽沙漠的禁地空间 在最边缘东南西北 天空最顶端 却是有无形阻碍 怎么都无法靠近 探测仪 世界投影 念力探索 都只能在禁地空间内探索 无法穿透这一禁地空间 到另外禁地空间 顺移也是只能在这个禁地空间内施展 无法顺移到另外的禁地空间 罗锋很清楚这一点 要逃也简单 施展神国传颂 即可离开星辰塔 如果不逃 那么就得在一座座禁地空间中穿梭 前提事先找到连接两座禁地空间的通道 星辰塔 巍峨高九光年 内含无数禁地空间 罗锋环顾着这片禁地空间 轰隆隆 整个沙漠震动起来 看 罗锋一惊 转头看去只见整个沙漠不断震动 同时隐隐有什么庞然大物 从沙漠中要爬出似的 没听仲剑王说过 罗锋连将仲剑王召出 错 仲剑王出现在一旁 恭敬道 主人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 那整个沙漠在震动 不由面色变了 这么大动静 主人 星辰塔中危机重重 每个禁地空间都可能藏有危机 只是一般不会引发 就算引发 危机也不同 所以星辰塔中更多的是一族强者间 彼此厮杀更危险 可禁地空间中的危机真的爆发的话 那就可怕了 动静越大 代表越加危险 主人你是刚刚进来吗 这禁地空间怎么这么大动静 这是我进入的第一个禁地空间 罗锋看着沙漠 沙漠不断突起 仿佛有着怪兽在苏醒 哗 哗 无数杀力从旁边滚落 渐渐的 红色甲鞘 渐渐从沙漠中浮现 一头 长约一千多公里 有着密密麻麻 上万利爪 类似无公的 奇异金属铸成的怪物出现 他的一双碧绿毛子 正俯瞰着罗锋 满是杀鸡 这 这 千公里级的禁地护卫 中间往眼睛瞪的滚圆 转头看向罗锋 主人 你进入的第一个禁地空间 就能引出禁地护卫 还引出千公里级的 我在星辰塔过万年 闯过无数禁地空间 碰到的最强禁地护卫 才是百公里级的 罗锋 却是微微皱眉 明明感觉到星辰塔 对我的强烈召唤 却没法认主 也没什么特殊反馈 不过刚刚进入第一个禁地空间 就引出这么强的禁地护卫 这至少比一点反应都没有 要好得多 罗锋 中间往两个渺小生物 仰头看着那庞大的禁地护卫 就像个人该玉京基地护卫 香港人形独特的禁地护卫 我们的一些权柄 所以这个禁地护卫 我们的一些权柄 可以募除了